嘉兴市长胡海峰拟任市委书记图 看中国记者苗威综合报道 此前外界一直盛传胡锦涛之子 嘉兴市长胡海峰职位变动的消息 现在终于有了新动向 6月25日中共浙江省委发布其决定称现任嘉兴市委副书记 市长胡海峰拟任社区市党委书记台媒消息称 胡海峰将晋升嘉兴市委书记 据浙江新闻客户端6月25日消息 现任中共嘉兴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海峰拟任社区市党委书记 公事期为6月25日至7月2日 浙江省共有11个社区市 除了胡海峰任职的嘉兴市之外 还包括杭州、宁波、温州、湖州、绍兴、金华、瞿州、州山 开州、离水等 这些城市都是地级市其中杭州和宁波市副省级城市 但官方并没有说明 胡海峰相任哪个市市委书记 台湾中央社6月25日报道说 胡海峰廖将调任嘉兴市委书记 并在标题上凸显胡海峰 6月20日在嘉兴第四届招商大会 据重大项目签约仪式上漏念致词 台媒消息还说胡海峰形势低调 升官路不算快 主要原因是胡锦涛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受到快速提拔 胡海峰因是中共前总书记 胡锦涛之子试图备受关注 不过相对于其他中共高干子弟的火箭士提拔 胡海峰的试图显得比较 按部就班公开资料显示1972年出生的胡海峰 毕业于北方交通大 学籍清华大学的EMBA 早年任职于商界 先后担任清华控股公司高级工程师 同方威视技术公司总裁不到40岁时 基深正听级 2010年 曾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 院党委书记 2013年5月胡海峰 出任嘉兴市委副书记 次年兼任政法委书记 2016年3月 他正式被任命为嘉兴市长 2017年4月胡海峰连任嘉兴市长至今 胡海峰近两年几度传出要升职最后传闻 均落空去年12月 浙江地方高层人士进行了调整 港媒当时披露 胡海峰将接任台州市委书记一职 不过浙江官方随后公布浙江人士任命 胡海峰官升半级的消息被打破 然而外界仍持续对其试图看好 香港东方日报2017年12月23日刊文指出 在50岁之前胡海峰有可能晋升为副部级 长远来看更有机会问顶副国级多维网 曾表示鉴于年龄等诸多优势 胡海峰的仕途走向仍不可限量 早在2013年3月的中共两会上 习近平接报胡锦涛 英国路透社曾报道 由于胡锦涛的关系习近平将提拔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 胡锦涛是习近平的重要政治盟友 在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把全部权力移交给习近平 过去五年来在习江博弈关键时刻 胡锦涛多次高调露面挺习